嘿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集的聊電競 這幾天一直有觀眾私訊跟留言來詢問我 想知道我平常遊戲影片中 這些顯示LPS的軟體到底是什麼 遊戲觀眾只是知道這些軟體名稱 卻不知道怎樣像我這樣排版 所以我們今天這集聊電競 就要介紹來教大家如何跟我一樣 在遊戲中顯示LPS跟電腦上的數據 這集的內容可以說是我心血結晶 很多細節是完全沒在私場的 這次全部公開給各位 先簡單介紹一下 目前你在畫面中看到這些資訊 就是我們俗稱的OSD 簡單來說就是將監控軟體的資訊 顯示在螢幕上面 這個軟體在檢測電腦的時候 可以說是非常好用 比如說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即時知道目前顯示卡的溫度 還有CPU的占用率 或者是記憶體的使用量等等的 它可以將電腦所有的狀況 毅然無遺地顯示在螢幕上方 如果說把玩遊戲比喻成開車的話 那OSD大概就像車上的儀錶板一樣 像我這種遵守交通安全的人 如果說玩遊戲沒有裝OSD的話 就像開一輛沒有儀錶板的車一樣 這種車我還真的完全開不下去啊 所以我們身為一個優質好公民 在主電腦的時候 這兩款軟體我非常非常推薦 一定要安裝其中一款 或者是你兩款都裝也可以 左邊這款是MSI的Afterburner 這款是免費的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那右邊這款則是比較多人詢問 它叫做FPS Monitor 那這款是在Steam上面的付費軟體 但也不貴 大概有200多台幣左右 那今天這集的電競 我會教大家如何設定這兩款軟體 還有一些優缺點在最後跟大家分析 首先我們就先介紹這款免費的軟體 MSI Afterburner 這是一款由微星推出的顯示卡超頻軟體 不過除了超頻之外 它還附加即時監控數據的功能 雖然說是免費的 但這款的監控功能就已經非常齊全 一般玩家其實我推薦用這款就已經很好用了 首先我們就先打開Afterburner的下載頁面 網址我貼在影片的簡介欄裡面 大家可以直接點擊 我們在它的官網上也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在遊戲裡面顯示OSD監控的畫面 這時候我們把網頁拉到最下面 可以找到Afterburner 這時候就點擊下方的Download來下載軟體 下載完之後就是解壓縮安裝 基本安裝流程就是一直下一步嘛 不過到選擇元件這邊要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除了安裝Afterburner之外 還有下面這個RTSS 這個是今天我們影片的核心 這個一定要打勾安裝 那緊接著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那Afterburner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接著會跳出RTSS的安裝程序 那這款軟體的話要注意的是它只系列英文 所以說我們這邊就直接安裝 一樣也是一直按下一步就好了 那這兩款都安裝完成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打開桌面的Afterburner的圖示 那它就會跳出一個很像儀表版的介面 如果說你是要顯示卡超頻的話 基本上就是從這個軟體上面設定 那不過關於這個顯卡超頻教學呢 這個嘛我們之後會再做一支詳細的教學影片 我們今天這集影片先教大家 如何將Afterburner跟RTSS做一個聯動 那這時候我們點開開始功能表 可以找到我們剛才安裝的RTSS 打開之後它不會出現視窗 因為它預測是最小化狀態 我們要在右下角把它叫出來 那除此之外這時候請你打開你電腦裡面 隨便一個輕度負載的遊戲 像我這時候就點開桌面這個 迷米地鐵做一個示範 那一般來說我會建議開LL的客戶端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簡單講解一下這兩個軟體的運作原理 Afterburner負責收集電腦的資訊 例如CPU、GPU的使用率 還有溫度、時脈等等的資訊 而RTSS的功能則是將這些資訊投射到你的畫面上方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將這兩款軟體做一個連動 才可以變成像影片一開始顯示的樣子 這時候我們要打開另一個遊戲是因為 OSD它只會在遊戲上顯示 加上等等都是使用文字來設定 所以我會建議新手在不熟的狀況下可以先這樣做 好的 那原理講解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教學吧! 首先我們就先打開Afterburner的小齒輪 也就是設定 接著切換到監控的分頁 這時候我們會看到很多項目可以讓我們監控 舉例來說我們現在要監控顯示卡的溫度 選擇這個項目之後 我們把下面這個在OSD上面顯示的選項把它打勾 緊接著按確定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 在遊戲的左上角出現了GPU 51度 也就是目前顯卡是51度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剛才這個監控的頁面 那這裡有核心的使用率 不過我們發現有核心1跟核心2 那到底要勾哪一個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切回一般的分頁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核心1是RPS 2060 而核心2是Intel UHD 630 基本上我們要監控都是以獨顯的數據為主 所以我們這邊就選核心1囉 按下確定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 GPU 50度 然後31% 也就是目前顯卡是50度 然後顯卡使用率是31%的意思 相信聰明的各位就知道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做了 這時候我就先把平常我評測會開的數據就全部勾起來 像是這個CPU溫度我們把它打勾 還有這個CPU的使用率也是 還有這裡是CPU的時脈 還有RAM的使用率 顯示張數這個就是FPS 這裡也把它打勾 而下面這個Frame Time則是增生程時間 這個東西基本上它比FPS來得更加重要 所以這個我也會把它打勾 其實熟悉的話就可以直接設定 不用說每次都跳出去看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按確定看看 喔!有沒有看到現在基本的圖形大概就出來了 顯卡、CPU、RAM等等的資訊全部都有顯示 那基本上從Afterburner抓數據大概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RTSS的部分 首先記得這個顯示OSD面板要把它打勾 關掉的話就不會顯示囉 接下來隨Windows啟動的話這個就看個人 如果你想要的話就可以啟用 再來就是其實它預設的字體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們可以點這邊 這裡可以切換字體的樣式 那點最右邊這個小三角的情況 可以指定你想要的字體 這邊就很個人化了 我們這邊就隨便換一個字體好了 像是用...這個好了 好!對!那這樣子就修改完成了 好!那這時候大家應該可以發現 雖然說我們把數據叫出來 但其實整個版面是非常混亂的 沒辦法一眼就直接看出來我們想要的資訊 所以接下來要教各位是如何排版 首先我們回到監控設定這邊 我們從一開始的這個核心E的溫度開始 好!這時候我們把它拉到下面 來這裡把它打勾 並且輸入GPU TEMP 也就是GPU溫度的意思 這時候按下確定 好!那這時候大家有沒有看到 GPU溫度的欄位被獨立出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 好!我們看到GPU使用率的這邊 那這邊通常我會用顯卡的名稱來替代 舉例來說我們現在這邊輸入了RTS 2060 然後就按確定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RTS 2060 使用率是21% 這樣是不是就很清楚明瞭了 不過這樣排版的順序其實不太好看 應該要把這個RTS 2060的欄位往上移才對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設定這邊 這時候點擊這個核心1的使用率 我們把它往上拖曳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把RTS 2060 調整到第一順位了 好!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順眼許多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跟剛剛一樣 基本上就是把每個項目都給它 獨立命名出來 然後再稍微微調一下順序 我這邊就稍微快轉一下 如果說不清楚的觀眾可以慢速回放 好!那現在經過我這樣稍微排版之後 是不是整個版面看起來比一開始清楚的多啦? 不過這還不是最終版本喔 接下來我們回到監控最下面這裡 顯示張數這邊 通常在這裡我會把它改成文字跟圖表整合 也就是拉到最下面這個選項 然後再按確定 好!那這時候就可以看到 我們多出了FPS的新墊圖了 接下來這一步非常重要 有很多人都不會調整 我們選到OSD顯示旁邊 這邊有一個小框框 我們把它按下去打開 這邊可以針對每個顏色跟排版 去做更細部的微調 像是預設字體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它的色彩明度也有點過低了 這邊我就只是隨便調一下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再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最後這邊增生成時間這邊 喔!剛剛忘記改 這裡我會把它改成只有圖表 像現在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下面稍微修改一下顯示的名稱 不過像我這種有強迫症的人 怎麼可能放任它這樣跑框呢? 所以這時候我們再回到剛才的細部設定裡面 我們拉到最下面 有沒有看到圖表這邊? 這裡原本的藍寬是-32 根據我自己設定多次的經驗 我們在這裡輸入-9 可以讓整個圖表的寬度跟其他欄位做一個對齊 最後再按下確定 好!這樣是不是整個看起來好看許多呢? 啊!這裡忘記把這個字體的顏色改成白色 不然這個原本的橘色我覺得還蠻醜的 好!以上大概就是Afterburner的設定就到這邊 這時候我們就切回RDSS的視窗 我們再稍微微調一下整個字體的大小 然後在這裡拖曳可以調整整個版面的尺寸 包含字體邊框、背景等等都可以在這裡進行調整 如果你想要把它調整到其他位置 不想要讓它固定在左上角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直接進行拖曳或者輸入坐標 以上大概就是Afterburner跟RDSS的設定 其實就到這邊結束了 基本上這兩個軟體我也算是摸滿久 才可以最後設定到這樣的程度 不然這兩個軟體全部是依靠文字進行敘述 其實對於新手來講是非常不好理解的 那我知道這樣一次重頭講到 我應該有些新手是沒辦法直接吸收的 不過也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支影片重複看幾次 然後自己在實際操作之後 大概就能夠了解到怎麼設定了 就熟能生巧嘛 好那接下來第二款叫做FPS Monitor 這款是在Think上面的付費軟體 我跟你說這款真的是詢問度爆表 幾乎每次我發影片都有人問 因為它的介面真的是太好看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設定是圖形化的介面 所以整體使用起來它的自由度超級高 基本上想怎麼改就怎麼改 玩法超級多變 它不會像Afterburner那樣的死板 但也因為是圖形化的介面 所以這款我就比較不會教各位要如何使用 因為真的是超級無腦的 大家大概打開摸一下就會使用了 不過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打開Stink上面搜尋FPS Mornington 就可以找到這款軟體 它的價格是226元台幣 值不值得買?超值得啊 喔對了商店的頁面這邊顯示不支援繁體中文 其實是錯誤的 它實際上是支援繁體中文的 購買完成之後它會出現在收藏庫的軟體分頁裡面 這邊要注意一下它不是在遊戲裡面 不要找錯了 打開之後它會像Photoshop一樣 會出現一個模擬的主面 這就超級方便了 基本上你不用開遊戲就有預覽的畫面 那在操作的部分有繁體中文加上圖形化的介面 重點是裡面預設的板膜就很好看了 直接開遊戲就能套用 基本上你完全不用做任何的設定 那頂多就是改個字體的顏色 然後字型等等的 像我自己也是使用裡面的板膜 然後大概改一下字體的顏色跟位置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覺得看完前面的Afterburner教學 覺得很複雜很麻煩的話 我跟你講這款真的 你可以直接買然後用裡面的板膜就好了 因為它真的是太方便 然後非常無腦 最重要是它出來的介面是非常好看的 那大概就這樣 其實整體使用起來 這款真的是超級無腦的 如果說你拿這款跟Afterburner比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款不能完全取代Afterburner 不過這個部分算是有點複雜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自行去網路上搜尋教學 那在相容性的部分 我們這邊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種監控軟體 它們對於DX12的遊戲支援度來講 不是到非常的穩定 有時候會出現遊戲開了 監控軟體也開了 但是OSD面板就是顯示不出來的狀況 如果說出現這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會建議你把遊戲跟OSD都關掉 然後重新開啟這樣子 那如果說不行的話就重新開啟 有時候就是根據我自己經驗來講 有時候是運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可能跟DX12的API有點關係 就是可能程式抓不到底層的數據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 有些遊戲原生就是不支援這些OSD的軟體 像是天命2 在天命2這個遊戲裡面它本身會封鎖這些OSD的軟體 像是Afterburner在裡面是完全沒辦法升起燈的作用的 所以建議要特別注意 有時候不是OSD壞掉 是遊戲可能原生不支援 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講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Afterburner的穩定度還是大於FPS Monitor這樣子 有些遊戲就是FPS Monitor就顯示不出來它的OSD面板 那這個問題在哪裡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說這兩個軟體通常來講我會交替使用 好那以上就是本集的聊天近代各位的教學 那感謝各位收看影片的最後 如果說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非常有幫助的話 也請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才可以收到更多這種相關的教學 那也不要忘記把這支影片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們 讓他們知道要怎麼設定 感謝各位收看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